这个男人穿条裤衩 就能在宗雄的老家肆意横行 一个光溜溜的秃头 一个简易的庇护所 再加上欧洲大表哥送来的路腿 三天饿酒顿的埃厄德 终于吃上了皇室级别大餐 罗马尼亚的卡尔巴仙山脉 号称欧洲最后的荒野之地 这里居住着近六千头凶猛的宗雄 是人类探险的禁地 而德也将在这危险的地区生存十天 没有任何随从 只有自己和摄影机 还有能让马赛克军休息的裤衩子 刚下飞机德也就被晒得直皱眉 这里环境虽然不错 但现在没时间欣赏 赶紧下山寻找水源 和搭建庇护所的地方才是正式 德也走了近半个小时 刚刚还晴朗的天气突然变得乌云密布 摄像机没有防水功能 还得把它放到储存袋中 现在寻找水源的任务暂时放弃 德也找到一棵倒塌的树木 收集大量云山树枝 搭建了简易党羽棚 随后为了不让自己睡在潮湿的地面 德也又找到了泥探险 这中间很柔软 跟席梦斯床垫差不多 德也毫不客气的撕下一大片 拿到还有一丝阳光的地方晒晒湿气 在缺水的情况下干这么多活 即便是身强体壮的德也开始糟不住 头昏脑长只是脱水的基本症状 由于没有工具 他也无法收集即将到来的雨水 到了夜晚温度已经低至5度 还好德也早就准备好了温暖的庇护所 爬进去就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了 第二天大清早起来赶路的德也 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找水 生活和搭建庇护所 这些都不能少 下山的时候还发现了野生果实 吃起来口感酸酸的又点像蓝莓 是含有大量维生素的食物 走着走着德也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 看来小溪就在前方不远 脸色的笑容也逐渐放肆了起来 果不其然 谷底就有一条清智的小溪 咳了一天的德也啥都不管 直接蹲蹲蹲猛喝一顿 撕过衣 农夫山泉的味道 有了水源 德也打算再次安营扎寨 他用木头搭了一个简易三角支架 两边放上树枝 然后在上面铺在一层厚厚的落叶 虽然是搭建庇护所这种苦力活 但德也却硬生生玩出了小时候丢沙子的感觉 这下简单舒适又防雨的落叶大棚就搭建好了 接下来只需要生把火就能完成今天的任务 德也拔了半天都没发现一点枯草 结果一抬头却看见了鸟巢 这感情好 拿回去生活简直美滋滋 就是小鸟回来发现房子没了估计会气到说人话 之后又找到了一些松树枝 这是森林中非常好的可燃材料 一切准备就绪 德也回到庇护所 就开始钻木取火 第一次很快就钻出了火星 但火融太潮湿根本这不了火 接着他又尝试了第二遍 可还是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虽然看到了火焰 但却因为自己太激动又吹灭了 这下德也承认自己彻底被打败 两只泪汪汪的大眼睛仰着天不想让眼泪掉下来 看来鸡满不仅得挨饿 现在还得受冻了 第三天德也怒气冲冲地收集了一大堆火龙 把他们放到太阳底下晒着 就不信这样还生不起火 之后德也来到山里找蛋白质吃 这只倒霉的蝴蝶当场就被他塞入口中 就是这味道有点难以言喻 本因为吃蝴蝶就够重口了 可接下来他竟然去土里挖大黄 好家伙 这可是疏通肠胃的良药 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胡萝卜 现在离太阳下山还有两小时 火溶已经晒得差不多 补充了蛋白质的德也 赶紧跑回去生活 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 火终于燃了起来 温暖的火焰 舒服的庇护所 现在差一个金发妹子 就能体验到度假般的感觉了 之后德也拿出挖回来的黄莲打算烤着吃 这味道还不错 有土豆那感觉 但黄莲的副作用很快就上来 短短一小时 德也已经拉了三回 每次都得去百米外的小溪里擦屁股 这几轮下来 他的实力已经去跟博尔特赛跑 到了第四天 德也感觉到头昏脑涨 本来就没吃啥东西 昨晚还拉了一叶肚子 差点没给肠子喷出来 经过这次教训 他发誓再也不碰大黄 德也沿着山路一直向下走 没想到在途中发现了一堆新鲜的狗熊粪便 那自己住这里 岂不是成了狗熊的邻居 德也担心两秒他又发现了新收获 有头鹿从山坡上跑了下来 那说明这里除了狗熊外 还有其他野生动物 德也看到后舔了舔舌头 瞬间就把狗熊的危险抛之脑后 古话说不入虎穴烟的虎子 德也冒着危险继续前进 终于在地上发现了一堆路份 并且周围道路上的痕迹 也说明经常有动物经过 这感情好 德也直接给他们安排一个陷阱套餐 威力嘎嘎猛 绝对能料到路这种小型动物 接着他又来到山顶 这片草地层是蚂蚱的天堂 只不过现在变成德也的了 蚂蚱富含的蛋白质是牛肉的三倍 是在荒野补充能量的不二之选 回到庇护所之后 把抓到的蚂蚱串在一起 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六七只 放在木炭上看起来像个肉球 外焦里嫩 吃起来嘎嘣碎 就是缺点肌肉味 吃饱了德也还想来碗汤补补身子 他将云山树皮切割下来 把四个角弯曲做成碗状 用松枝做的自制浇水固定住 一个德牌大碗就问世了 但咱们煮费还是个问题 德也直接拿来一块加热好的石头 丢入水里滋滋冒泡 然后放入一些前麻叶 一碗增味汤就做好了 德也尝了一口 味道竟然出奇的好 就是缺点盐味淡了些 第五天德也大早就起来洗漱 还用木炭给自己刷个了牙 今天也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 做完这些后 来到山下查看昨天的陷阱 突然他露出不可知信的表情 第一次布置陷阱竟然成功了 上面的路除了没有生命特征外一切良好 再次给了他一闷棍之后 德也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没想到这次竟然打破了艾伦的魔咒 不过解剖成了现在唯一的问题 况且昨天还在山下发现了狗熊的踪迹 他只能再次扛着落来到几公里外 然后砸了一块石英石当做工具 不一会就得到了完整的陆皮 切割完成后赶紧回到庇护所 先吃块炭烤鹿干试试口 这味道简直了 鹅干什么的在这都不值一提 为了防止询问到奇心来讨试 德也做了个底下烤鹿隔绝气味 这是木提层恐军 一人切能保持很久的火焰 是转移火种的不二之选 等坑里的火烧完 放上鹿腿 铺上菜野和泥土 静候久久八十一分钟 在此期间德也打算先处理陆皮 他把皮毛捆在木架上 等拉伸程度足够之后就可以穿 八十一分钟很快就过去 德也直接掏出一块鹿腿 这外焦里嫩的口感是真不错 虽然没有盐和孜然 但也是人间极少的美味 第六天下起了小雨 德也赶紧在火种上方搭了个挡雨棚 要是这好不容易生起的火灭了 那他又得一夜回到解放前 看着鹿肉刺刺流口水了 时间很快来到第九天 德也现在的小日子过得非常悠闲 他将陆皮上的脂肪清理干净 一顿操作后 给自己整了个温暖又舒适的陆皮上衣 看他这高兴的样子 就知道有多爽 明天就是彻离的日子 德也还想再次之前再吃顿烛光晚餐 他又来到山顶抓了几只蚂蚱 紧接着去收集了许多蓝莓 还有可食用的三叶草 最重要的烛光可不能少 他用松枝和木屑包裹在一起做了个火把 点燃后的效果非常不错 万事俱备 此时的夕阳也刚好撑起了氛围 点上烛光 先来一口三叶草沙腊 味道简直撕过一 将鹿肉涂满蓝莓酱 这笔原味好吃了不止一星半点 从来的时候一无所有 到现在享受烛光晚餐 他简直赢隔壁备也太多了 第十天终于来了 德也告别幸福小窝 拿上装备就出发 走了两小时 终于看到了前来经营的护林员 欧洲的罗马尼亚挑战成功 下一期德也将前往澳大利亚的金伯利海岸 化身红色超人 海鲜美食一样不少 喜欢德也的观众点个关注不迷路 下期更加精彩